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公元527年被西哥特人占领 并再次建东 公元771年又被摩尔人攻陷 公元1085年卡斯基利亚国王收复托莱东 这里再次成为首都 直到1561年 肥利二世迁都马德里 托莱多位于山顶的台地上 塔霍河绕城流祸 地理位置险要易守难攻 高居城市之巅的是托莱多主座大教堂 这座教堂至今仍是西班牙的宗教中心 托莱多城内保存有完整的中世纪街巷格局 各个时期的古建筑七十多处 在历史上 犹太教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曾长期在这里共存 因而这里成为三种文化之都 1987年 托莱多古城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